大家好我是阿天 在這一個木暮揚岩的這張地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飛過來的時候 你會是在旅館 那我們在這一個房屋的前面 我們進去 進去這個房屋 我們走過來 走過來這邊 它是可以往下的 往下這邊出去 沒有一個特別指示 然後到了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驚嘆號 我們點一下 他沒一下 有一個鋼繭的羊毛 那實際上可以領的時間 我覺得應該也是跟這個武器店一樣 我沒有實際去算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兩個鋼繭的羊毛 這樣子可以換多少錢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去那個武器店賣一下 這個是可以無限入的 我覺得應該跟這個武器店的NPC一樣 應該是怎樣 十幾個小時吧 16還是19啊 像這個 這個還有11個小時對不對 但是羊毛就不會血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剛撿的羊毛兩個 所以說這個一搓羊毛就是5000 那這個新的 新的那個什麼 就是1月5號的版本 好像你可以自己什麼 種東西啊 然後羊毛啊 大概也是 也是可以這個樣子 慢慢嚕一點這個金幣吧 好那所以說呢 這個是嚕羊毛的部分 在這個牧羊岩的地方 那另外呢 最近最近這幾天呢 其實我都是在 怎麼講呢 就是練一些這個四星的角色 像我的這個什麼羅迪恩啊 然後這個盧賽塔 盧賽塔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他有這一個三連鋼射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可以對應去打55級的這個貓 打55級的貓呢 至少你要有三隻三連級的角色 而且屬性都要對到 所以說像我這樣的組合呢 有這個菲歐爾 他是三連級劍 然後維歐拉 維歐拉雖然沒有三連級劍 但是怎麼講呢 他速度比較快 那這個 他可以當作是兩連級 那如果說他是兩連級的話 其他人至少都要有三連級 那希斯科特沒有問題 他也是這個三連破盾 無視防禦力的 然後盧賽塔是三連級 尼可拉的話是四連級 但是呢 尼可拉的四連級 他是這一個 怎麼講 隨機打四個人 那很多這種是四連三連後 很多都是打隨機的 那如果是出現兩隻貓咪的話 會比較麻煩 不過還好55級的貓的話呢 這個通常是只會出現一隻而已 所以說就是固定打這一個貓咪 那我們就是算好 四下破盾 這個樣子 所以說呢 這個基本上都已經打到很熟了 那如果說我碰到兩隻50級的貓呢 其實我就有一點就是隨便了 就是賭他讓我打兩回合後 那只要他讓我打兩回合呢 基本上就可以完勝他 那我練著練著呢 其實我已經把很多四性的角色 我的目標是先練到60級啦 那當然最好是希望可以練到65級 因為像現在他是64級嘛 如果說我練到65級的話呢 我就可以多點這一個影響力 這個 欸對不起 這個不是這個更高等級了 先點這一個影響力 65級再加60 那這樣子呢 我去打討伐任務 就會比較豪解一點喔 那尤其是他喔 你看盧賽塔他是權力的 那權力的話呢 目前這個等級最高的 應該是72級吧 我普通已經都打完了齁 那這個72級的齁 這邊齁 他需要的是權力 那我現在擁有的這個權力的角色 實在是比較欠缺一點 來看一下齁 我的這個第五隊 因為我在練角色 所以沒有擺好 那我大概是已經擺了 大概400多的這個權力齁 可是呢 角色還不夠強 那我想說這個 能夠打高級的還是打高級一點 因為呢 我這個 這個 這個一個禮拜 我都打70級嘛 那我打72級 我發現說其實 敵人沒有強很多 但是呢 寶箱的內容物 確實是有好一點點齁 好一點點 那我看那個日文的網站呢 他並沒有明確寫出 這個70級 他的掉落物如何 72級掉落物是如何 但是呢 你在打討伐委託呢 你可以明顯感覺到 40幾級跟60幾級的 這一個掉落物呢 這個 這個什麼經驗堅果 數量跟這個經驗堅果的 這一個 這個階級齁 其實明顯就有差了 所以我覺得 能夠打這個最高級的 還是打最高級的齁 那我現在呢 其實 如果說在外面啊 排隊 打寶可夢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刷貓咪齁 那現在我刷的角色呢 就是為了打這個 高級討伐去刷的 所以呢 所以說呢 我就開始在練一些 這個權力的角色 像這個卡爾什齁 還有這個 這個盧賽塔 盧賽塔的話 我應該今天就可以 把他練到65級 這樣至少我就會有一個 120點權力的 這個四星角色 然後呢 這個想辦法湊到 這個 高級討伐所需要的 這個點數 600點 那我又可以多帶一些 這個 五星的角色齁 那這樣子呢 怎麼講呢 就是 一邊收集這個 金島石 然後呢 一邊看看說 可不可以錄到這個 金聖印齁齁 好 通常呢 我遇到這一個 50級的胖胖貓 其實我就有點懶了齁 因為那個真的是 怎麼講呢 在外面齁 就是一直在刷 那這兩隻的話 我會怎麼刷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技能齁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如果說齁 我使用這個四連斬的話 他會亂打齁 但是沒關係齁 然後呢 其他穩穩的三連斬齁 這個樣子 三連斬 三連斬 然後這個齁 三連鋼射 那支援者我就不用齁 因為就是偷懶嘛 這樣子 賭他 兩回合不要跑掉齁 那50級的貓呢 是40點的血齁 這樣子 好 運氣很好 全部都打在一個人身上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齁 有一些這個 呃 那個五星的角色 因為呢 五星的角色他可以點到BP加1 齁 所以這樣子呢 他就他其實就已經這個可以 這個四連斬了 然後賭他不要跑 欸 齁 很給面子不跑齁 好 這樣子 好 這個再自己算一下 那基本上我的這個角色組成的話呢 他如果讓我打 他如果兩回合 給我面子不跑的話呢 我是可以穩穩殺掉一隻的 但是我不會想說 這就是可以殺到兩隻啦 因為我的目標是55級的貓 齁 那這一張地圖呢 就是這個 呃 這個什麼 55級的這個地圖呢 其實你要碰到這個 55級的貓 跟這個50級的貓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啦齁 所以 啊 逃掉齁 說著說著呢 這個 呃 第二隻的這個50級的貓又出來了齁 可是呢 就是 我是想要刷55級的 因為55級的話 我就會比較認真一點齁 好 那我們 我們再隨便一點吧 我覺得他逃掉的機會 也是差不多一半一半齁 就是說 如果說你沒有用西斯科特那個方式打的話呢 呃 這個 沒有算好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破盾的那個數字的話 嗯 這樣就這樣就比較不好 因為那個隨機跑掉齁 好 那沒關係齁 我們試試看這個貓可不給我面子喔 然後這個的話 我們就繼續三連鋼射喔 唉唷 唉唷 給我面子喔 不跑耶 好 好 我的目標就是殺一隻就好齁 殺一隻就好 好 最後一回合就是16項 對不對 確定一下齁 這樣子16項 沒關係 我們殺一隻就好了齁 啊這樣子呢 我也不用這個 這個浪費我的那個支援者NPC喔 好 好 那我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如果說我這樣子刷一天的話呢 大概是可以把這個角色從60級的 就是四星的角色 那從大概40級然後練到60級 快60級 那我的目標呢 就是先把一些比較好用的四星角色 先升到60級喔 因為這個60級的話呢 至少就是可以換到目前這一個 最頂級的裝備嘛 這個是什麼 隕石裝備 那至少有這些裝備的話呢 嗯 角色 至少他不要被秒吧 那在 譬如說 例戰的這個NPC 又或是其他場合的話 還可以上來用一下喔 那當然呢 這個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像這個傑卡利特這個樣子 練到65級 練到65級的話呢 你必須要吃一些這個 引導石 上限突破 那這樣子呢 他的這個影響力比較高呢 你就可以去拿他來 呃 當作是撐影響力的這個高級討伐喔 好 那我在這邊晃一下喔 因為我的這個 盧賽塔 快要65級了齁 我們等一下 欸不是這邊齁 盧賽塔 欸怎麼點到羅迪恩啊 等一下 按著不動 欸這樣子 他還有 十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七啊 這個樣子 那可能還要殺一隻50級的貓 再隨便打一下喔 好 那我再刷一下齁 這個 有的時候運氣好的話 可能十分鐘之內以後 可以刷到一隻 那運氣不好的話 我刷二三十分鐘都有 那我也想說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說 他有個時效性 那我後來就是 過幾個小時再開遊戲 結果說好像也沒什麼差喔 譬如說這個遊戲 關關掉齁 然後睡個覺 真的限時時間去睡覺 然後起來再刷貓 想說 嗯我遊戲已經 離開很久了齁 這樣上限呢 會不會刷貓遇到比較快 結果發現說好像也沒有這個狀況 也是有睡起來之後呢 刷了二三十分鐘 才刷到一隻貓喔 好 那我再刷到看齁 目標再刷一隻貓 讓我的這一個 呃 剛剛那一隻角色齁 呃 好像是羅迪恩吧 是不是 啊不是啊 盧賽塔啦 他剩到65級 這樣子呢 我就又多一個這個 全力120的角色可以用喔 好你會不會跑掉呢 跑不跑掉都沒關係喔 三連斬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剛剛用錯了 沒關係 唉唷 還真的不跑耶 我今天真的是很給面子耶 齁 好了 我來看一下這個經驗值多少 102000 102000 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如賽塔的話呢 還差一點點對不對 這樣子 齁 那你就不要再刷貓了齁 你剩下這麼一點點 你用這個經驗果去補就好了 欸還不夠喔 大顆的 唉唷還不夠 哇大顆才1000喔齁 這真的是 這個是新手用的 我們就慢慢吃吧 OK 滿了 好 滿了之後呢 我們去點他的能力 齁 在這個地方 影響力 太好了齁 我又多了一個這個 全力120的角色 那這樣子呢 我去打72級 需要全力600的話呢 我上他的話 就比較好湊到這個 這個全力600喔 好 那這一隻練完之後呢 他就可以去下 他就可以下線了 然後呢 我們再去換其他的這個 全力的角色 呃 譬如說 我們看一下齁 拉莫納齁 4星的齁 4星的 基本上3星的話呢 3星的話是45也可以啦齁 你也可以把3星角色練到這個45級齁 那這個只要吃一點經驗果實就好 然後你把它放到高級塔巴去 讓他放在後面齁 呃 只是湊這個全力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要練的就是先練一些這個4星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4星角色未來應該是用得到吧 然後把拉莫納放上去了 但拉莫納有一個問題是 剛剛那隻貓好像不怕杖 齁 然後他也沒有三連擊齁 所以你放在這一列的話呢 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你要找有三連擊的去跟他搭配齁 呃 誰有三連擊啊 羅迪恩的話 羅迪恩是幾 齁 羅迪恩留學斬是兩下 齁 我來看一下 他是打四下 可以可以 咦 可以可以可以 齁 這樣子 我們來換個位置 為什麼要換位置 你要確保是說每一列齁 這樣子可能是算列嘛 每一列都至少要有打三連擊的角色 這樣才可以打貓齁 因為譬如說這個是可以打四下 齁 如果說有人打四下 那其中一個人他可能不用三連擊 他就可以打兩下 因為你的目標是一回合你要打到14點齁 加上這個支援NPC齁 所以呢你至少一回合你要打11點齁 11點 那只有五星的角色呢 剛開始他的BP會多1 可以多打一下 那其他人呢就需要這個三連擊去打齁 又或是二連擊這樣子 那我把羅迪恩換上來是說 羅迪恩他至少還有一個二連擊的技能齁 這一個 呃看一下齁 對齁 流血斷齁 兩次斧物理攻擊 然後呢 他的這個斧呢 又正好可以 呃對到這個55級貓的這個弱點齁 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你要看貓的弱點跟算那個次數 那這樣子呢我這樣四隻角色至少一定可以湊 湊一回合齁 四隻角色又或是希斯科特跑到前面來 一定可以湊到說一回合打11點的這個護盾 然後再加上那個支援者三下 那就可以穩定的呃呃 讓第一回合貓只剩下1點 然後第二回合希斯科特再用刹羅齁 好那我再刷刷看齁 看運氣可不可以這個呃 在短時間之內呢刷到一隻55級的貓 因為我剛剛連續刷了兩隻都是50級的貓齁 好那就再繼續刷吧 好其實呢我剛剛刷了怎麼講呢 其實這個地圖我覺得出現50級的貓機率還是比較大一點 我剛剛刷了兩隻50級的貓 然後又過了十幾分鐘才刷到這一隻55級的貓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呃如果說是55級的貓呢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這個呃 這個不用考慮齁 直接使用這個什麼隨機幾連擊齁 好那我們就用這個有這個4連擊的 然後呢這個有3連擊的齁 呃能用技能先用技能齁 因為我們BP可以存著 然後你的話也是一樣有三重炸裂齁 那我們要稍微算一下齁 前面4加3加3 這樣子已經是呃10點了 那我們這接下來的話就是打個1點就好了齁 因為呢正好我這一列齁 都沒有什麼這個多段攻擊 這個是兩段齁 這是一段的 所以我想說就是讓這一列呢存BP齁 然後這樣子打一下齁 這樣4加3加3是10 然後再加1齁這樣子11 然後呢再放我的這個打三下的衛兵齁 那其實呢也不一定說一定是要這樣安排啦齁 你你的那個衛兵啊 如果是打兩下的話呢 那你那你這邊的這個隊伍就多打一下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 欸欸我算錯了嗎 欸怎麼會這個樣子 是 啊啊我點我點成活力搶奪了啦 天啊 應該是音速衝擊是4下啦 啊這是又是一個失敗的影片齁 哇這貓咪要跑掉了 欸跑掉就跑掉吧齁 這個這怎麼辦呢齁 這是我自己的錯誤齁 好 那我NPC全用了齁 對齁 一個打錯齁 貓就跑掉了 我的天啊 把我的這個十幾分鐘還給我齁 好 那就我再繼續刷齁 我一定要刷到一個這個55級的 然後做一個Ending齁 好結果呢還是兩點的貓咪齁 那就算了吧齁 那就我們就三下三下這樣子打齁 三連斬 然後呢你就三連斬 你就 呃來個兩連斬齁 齁 那我的NPC反正都已經亂叫了齁 我等一下我再去重叫齁 啊不行啊他會亂打啊 他會亂打的話 我把廚師馬格用掉好了齁 他是燒全體的 那這樣至少可以穩穩的打兩下齁 好我相信這個黃貓咪會很給我面子齁 厚師馬格 好 用次數用完了齁 哇你給我跑掉 呵呵呵 呃這個 只剩一隻貓咪了啦 天啊 欸我覺得傷害不夠齁 就算我叫支援者也不夠 我必須要賭 我必須要賭下一回合他不跑掉 好 賭你不跑掉 然後呢我這邊的話呢 嗯 看一下齁 要用什麼呢 三連擊 然後三重炸裂嗎 好像這樣就可以了 唉呦真的不跑耶 我真的超給面子的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反正最近就是在練一些這個 呃40級的角色 那但是呢其實也不用那麼辛苦啊 因為40級的角色要練到65級真的是太辛苦了 那比較快一點的話呢還是 呃這個直接去拉三星的角色 但三星的角色呢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戰力喔 因為他的這個45級的話呢 其實其實裝備上去的 基本上你去打 呃70幾級的這個討伐呢也是直接被秒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說這個比較這個平民一點的方式呢就是把三星的角色 拉到這個影響力100喔 我們來看一下齁 譬如說全力的話齁 我們來拉誰咧 呃我們來拉三星的三星的看一下齁 譬如說帕爾齁 帕爾這隻角色 然後呢喔這種 呃這個三星的角色呢 導石會比較好獲得嘛 就算你用到這個同島石你也不會覺得很浪費喔 好我們把他升到45級 看一下齁 反正你每天解這個討伐都會有一些這個經驗過嗎 欸夠不夠啊 7顆哇糟糕 喔我可能不夠齁齁 可能我最近用的比較兇齁齁 等一下 啊還不夠 差一點點差一點點 欸沒有喔 欸剛好 剛好思光光齁 可以做為影片的Endy 然後這樣子 好這個是三星的齁 然後呢影響力點上去 OK好那這樣子呢 如果說我真的是欠這個權力的話呢 我就把帕爾放上來齁 譬如說這是第五隊對不對 我把這個拉莫娜齁換掉 把它換掉齁 換成是這一個 欸盧賽塔放上來齁 然後我們把這個 這一些齁不是權力的 120的放上來 這樣子我就240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再放上誰啊 啊希斯克的是權力嘛 然後這邊都是權力 那這個尼可拉也換掉 齁 換特歐齁齁 這是五星的齁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看看齁 羅迪恩齁 這個是名聲的不要 然後我們換個帕爾齁這個樣子 那要保護一下齁 至少這邊 這邊是60級的角色 保護一下 然後這個三星的就都不要讓他放到前排來 好這樣子齁 這一隊齁至少有三個五星的 那我們來看看齁 這樣子有沒有抽到600呢 我明天可以解這個任務了嗎 好高級討伐這樣子 開始準備 唉唷正好620喔齁這個樣子 那我還是靠著 欸三星的角色齁 升到權力100齁這個樣子 好啦那我明天就用這一隊去打這個72級的高級討伐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